粉令高爾夫球場,位於粉錦公路以東的32公頃土地,屬於短期租約的用地。 租約8月底戒滿之後,會在9月1日交回政府。 儘管需要為符合環評審批條件,我們要再檢視這32公頃當中北端大約9.5公頃建築用地的發展規模和佈局。 但相對大多數其他發展項目都是需要徵用私人土地和清理現有土地的使用者。 有關的建築項目,既然在政府土地之上不涉及清拆安置問題, 在時間方面仍然是有優勢的,依然是我們未來十年的供應項目之一。 由9月1日起,康諾及文化事務署就會接手管理這32公頃的土地。 當中大部分,大約22公頃,將會用作保育和靜態的康諾用途給市民享用。 餘下就預留作建屋的用地,也會暫時由康民署去管理。 康民署稍後會公布開放的詳情。 這32公頃土地只是涉及粉令高爾夫球場舊場的第一至八號洞。 基於上述所說的用途,政府並無打算將這八個球洞用作公眾高爾夫球場。 合作用10am chrome,, cut開放9小粉管理諸多 psychologist差不多。 制製製这里的生命局長在城製製製,